欢迎来到宇宙天文馆 1990年4月24日 哈勃望远镜被送入轨道 人类进入一个令人兴奋的太空探索时期 二十几年来 哈勃望远镜自自不倦地拍摄了数百万张照片 让我们目睹了宇宙刚形成时的真容 哈勃望远镜的运行并非一帆风顺 在它刚进入太空 科学家就发现它的主镜出现了问题 仅仅2000纳米的微小缺陷 让哈勃无法完美聚焦产生清晰的图像 几乎所有的宇宙学研究都无法进行 三年后宇航员进入太空 为它带上了一副修正镜 从此一张张令人惊叹的星际图像 不断向人类传来 《创生之柱》拍摄于1995年 图片中的三个物体是老鹰星云中的气体柱 每根支柱的顶端都有一颗正在形成的恒星 这是哈勃最经典的作品之一 除了能在影视作品中看到之外 它还经常出现在邮票上 蝴蝶星云拍摄于2009年 因为拥有一对极其对称 且酷似蝴蝶的翅膀而得敏 它是一种行星撞星云 恒星走到生命尽头时的产物 蝴蝶星云中心是两颗恒星 它们在将死之时抛出的灼热气体 形成了这样美丽的外观 德语哈勃天文学家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到 这种罕见的蝴蝶星云 2011年 天文学家为了庆祝哈勃发射深空21周年 发布了一张星系玫瑰图 两个星系在穿越彼此时 形成了这一独特的景象 好似一朵美丽的粉红玫瑰 找到宇宙中一致的最遥远星系 是哈勃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个愿望在2016年被实现 哈勃拍摄到了320亿光年外的星系 GNZ11 这已经是哈勃当时所能观测到的距离极限了 我们看到的光是它131年前发出的 也就是宇宙大爆炸后的4亿年 2019年 科学家光布里征最新的宇宙照片 哈勃一产场 它拥有如今涵盖范围最广 最完整的宇宙图像 历时16年 由7500张星空照片拼接而成 到目前为止 哈勃已经拍摄这些令人惊叹的照片29年了 多年以来 航天机组人员先后5次进入太空 为哈勃修复 更换故障部件 原本预测它只能正常运行15年 现在它已经有了近双倍的寿命 但岁月流逝 哈勃由于零件朗化 6个陀螺仪失灵了4个 它传奇的一生即将落下帷幕 哈勃为人类勤勤恳恳工作29年 帮助人类在宇宙科学领域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即使退役 它也将永远存在我们心中 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